我就是因为各种关系 我文化课也够 专业课也够 它是这样的 你专业课不够 你拿不到那个考文化课的那个 就是那个书 那个叫通知书 你不能拿这个通知书 你根本不能申请 你没有文考证 你申请不了你的试卷 你知道过不了 当年在各的议议议议议议上 我们都这样 说你到哪个阶段 我三世 我进去复试 我文考的 对 这不是一个 你才能有卷子 你说我去年我文考的 你就是最牛的了 你已经就全完成了 你就差高考 大家见面都说我去年考去年 而那时候 现在的孩子竟然一年就没了 就不见了 以前你没有印象 就各个艺术院校 有那种考了三年两年 有 我们班就考五年了 对 然后就住在学校 在你们学校 你们有文在学校混 你们学校的时候 一说在这待了后几年 就不走 考他们五年就考上了 这有没有 我们班是这样的 我们班当时特别好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作为试点 就这二十个人 好嘞 十个人必须自费 为什么 就是试点 我们下一届没有 结果呢 但是这个十个自费呢 真的是给我们机会了 为什么呢 我文化课没过 我是全国最低分 全国最低分 我没读过高中 我那时候当兵嘛 对 然后呢 但是 我们廖凡也自费 我也没读过高中啊 但是我跟你说 我打你个岔 就是最后能有一点成就的 我打你个岔 我那个文化课 我能背什么 我是一夜一夜背书 你就说我脑子厉害吗 我很能背 就一夜一夜 政治书这么厚 当年是十六大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还考实证 我就一夜一夜背 我们家没有钱 给我请老师 去给你复习高考 我自己去那个书店买的书 回来自己准备的 全是一夜一夜背 我相当相当有毅力 就像栽酒菜一样 非常认真 一夜一夜的背 谢谢